香港立法会大楼7月1日遭暴徒强闯并肆意破坏 修复工作预计10月才能完成 立法会主席梁军燕7月4日透露 大楼其中一个重灾区是保安控制室 有电脑硬盘被撬走 大批议员 职员 官员 记者的资料遗失 从立法会现场损毁情况来看 暴徒当天有计划地破坏了大楼内外的闭路电视 照明设施 计算机等 他们还遮盖容貌 甚至提醒同伙戴手套避免留下指纹 央视新闻消息 香港警察公共关系科4日表示 已就一日在立法会综合大楼一带发生的暴力事件拘捕12人 就6月30日一个在中区举行的公众集会期间发生的多宗案件拘捕6人 此外 香港警方还拘捕了另外9人 涉嫌网上非法公开警员资料等罪行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 立法会行政管理委员会一众委员7月4日巡视大楼的损毁情况 并举行特别会议商讨善后工作 立法会主席梁军燕在会见记者时指出 遭破坏最严重的是大楼保安控制室 有部分计算机硬盘被撬走 包括申请立法会通行证的个人资料 以及议员 官员 议员职员及秘书处职员资料 但没有身份证号码 他指出 涉及的硬盘设有多重保密功能 相信难以破解 但为安全起见 以通报私隐专员 大公报指出 翻查事发当日的直播影片及事发后拍摄到的照片 可发现暴徒破坏立法会大楼期间 不忘逐一捣毁或遮盖大楼内外的闭录电视 有暴徒击碎大楼内的照明设施令现场光线变暗 亦有暴徒打开职员办公室的计算机查看 部分计算机事后被发现遭刻意毁坏 此外 在场大多数暴徒遮盖面容 并在有记者拍摄时已与散遮挡 更有暴徒大叫戴手套 提醒同伙物在现场留下指纹 以免警方追查 立法会大楼内的保安控制是受严重破坏 而且有计算机硬盘不翼而飞 不排除是暴徒为毁灭壁录电视影片等证据所为 专家 这事有预谋 有计划及组织地进行犯罪 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主席 大律师满安国指出 撬走计算机硬盘的行为 肯定非反对派所说的是示威者的意识冲动 而是一宗有预谋的盗窃行为 他表示 根据香港法例第210章盗窃罪条例第9条盗窃罪 任何人犯盗窃罪 循公诉程序定罪可处监禁10年 唐署有预谋的盗窃罪更会被加重刑罚 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附建词指出 示威者闯入立法会大楼进行大肆破坏 并偷走服务器及计算机硬盘 以涉嫌犯下刑事罪行条例第60条的刑事毁坏罪 最高可处10年监禁 盗窃罪条例第9条的盗窃罪 最高可处10年监禁 第11条的入屋犯法罪 最高可处14年监禁 第12条的严重入屋犯法罪 最高可处终身监禁等等 他也批评这些违法行为并非一时冲动 而是明显的有预谋 有计划及组织地进行的犯罪 包庇这些暴力罪犯的反对派对此事则无旁贷 难辞其咎的 应予以言力谴责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